這個世界有一種人 他的命水就好像注定會紅 你就不要問為什麼 今集要分享的人 在2021年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經歷過高低跌檔 曾經因為一番言論令他熱爆網絡 他IG至今已經有超過40萬的粉絲 亦曾經因為一些言論引起爭議 但無可否認的是 他已經走入大家的生活中 亦因為他的個性有趣搞笑 充滿娛樂性和討論度 都令他成為大眾媒體和廣告商的寵兒 不過在娛樂圈打滾 要承受人的討論和平頭品足 都是非常有壓力 今集會帶大家看193的故事 一起經歷一下他這個瘋狂的出道歷程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和給like 支持我繼續為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 193中文名郭家俊 1990年1月14日出生 今年31歲 和肥仔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因為他的高度大概是192至193cm 所以花姐就直接幫他改名為193 誰知這個名字又好記又特別 花姐就是一個造星高手 說回193的背景 193的家境其實都是不錯的 小時候和父母和妹妹 一起在黃埔花園裡住 曾經就讀國際英文幼稚園 和何明華會讀人器中學 中五會考之後 193轉到英國升讀御科 之後就在威爾斯班戈大學 就讀心理學的榮譽學士課程 而讀書時期 193先後接觸過足球和籃球 都曾經入選過籃籃球少年隊 場上的位置當然是中鋒 在他正式出道成為藝人之前 他是一個時裝採購員 所以為何他在比賽中 或者平時穿衣服 那麼有潮流的感情 但要數到193的追夢經歷 就可以由這個全民造星講起 其實他在參加全民造星之前 曾經報名過無線電視的藝人訓練班 幸好沒有被取錄 三爺的造星之路 我只可以用神奇來形容 剛剛參加全民造星的時候 他首個面試用唱歌表演 但表演就強差人意 之後評判給他機會 不如試試再跳舞 但三爺好像沒有準備 最後被花姐插了一下 我想問你想不想入圍? 我想想 但我想不到有什麼舞蹈 如果看影片可以跟著球技跳舞 你參加這個比賽想做什麼? 想試試有沒有機會做到演藝 如果要做藝人嘗試很重要 我剛剛叫你試跳舞 但沒有一個例子 我只想不到 我只想到那些 我想告訴你 如果今天不試 不明白 但因為身高和樣貌 193總是可以得到神奇的機會 如果是其他人的話 應該真的被人勾了 之後他在參賽項目中唱了一個最佳選友 本來評判已經淘汰了他 但Viu給了他最後一線新機 因為覺得193的愛表有身高 有他自己的特質和魅力 只是未找到自己的方向 所以想給他機會 之後到193表演這個大冷堂的Rap 這個時候大家終於看到他的潛力和特點 原本三爺的大冷堂表演 其實都不是很吸引到觀眾 但最後花姐就找了一個導師 一對一的甜心教他一些舞蹈 最後他都成功找到自己的路線 評判們都對193改觀 其中侄田說了這兩句 我覺得是非常之代表到三爺一直以來的法治 即是叫什麼trigger 我覺得他是要是很喜歡他 要是很不喜歡他 我喜歡他 我很喜歡他 是有些東西看的 我覺得很有趣 他覺得很offbeat 我覺得OK 本來我選你 我不是覺得你好 我覺得帥仔玩騎乃有得做 你剛才笑得很開心 我不是很開心 帥仔玩騎乃有得做 我真的騎乃可以的 我就是帥仔 原來一直留著193在舞台上的 是他的潛在魅力和特質 高大進招的驅學 埋藏了一個搞怪有趣的靈魂 總是可以為大家帶來不一樣的歡樂 我們看到 雖然193一直的表演 都是被評判批評的 但是這些評判都是笑著這樣說 加上193跳脫錦然的性格 給了一種感覺 就好像我身邊會出現的朋友 平時他們都是這樣說話 所以三爺走到這一步 或多或少 都是大家看到他潛在的一面和特質 之後他在40強止步 加入了ERROR正式出道 原本ERROR資源一直不多 連MV都要眾籌去拍 雖然有人欣賞 但始終還未能受到大眾注目 再加上同期普奇的負面新聞 令ERROR的發展一直有點殘跡 但一次訪問竟然改變了193的一生 亦都改變了ERROR的聲討 所以都不能打的 是不同的打法 他們是老人看的 我們是連名層都有的 純粹做好自己的節目就OK 做好節目一定會多人看 收視點那幾百部電視機 我們一直都不介意 J2是沒有 J2 很久沒看過 沒有嗎?J2是做甚麼的? 那個四十多歲還年輕人聊天 有沒有記錯? 好像是 你怎麼看阿智慧的? 哈哈 當時剛剛接手TVB的153 友誼中山再起 不時有些激進言論 例如ViuTV只有4點收視 我們... 不是 ViuTV只有4點收視 我們收視最高有二十幾三十點 追上來的時間都很長 網民特別年輕一代 當然就不喜歡 始終大家都想看到 這個娛樂圈有些新元素 然後193就幫大家出了口氣 用一個直接抽擊的方式 贏得大眾的讚賞 三爺都因為這番言論 人氣急性 IG followers暴震 接廣告都可以接到手軟 不過都不可以以為 193是單純因為一番說話 就可以紅到 平時他都要儲存 有些作品和努力 才可以把握到這個機會 例如看ERROR以前的作品 例如花姐ERROR有 或者其他音樂歌曲 都開始被大家注意到 其他成員 就像肥仔、阿Dee、保錡 都一同受惠 也因為大家看到ERROR的其他作品 就看到 保錡在綜藝方面 很拼命 甚至有快吞君之名 令到他有機會再解動 所以193除了幫自己之外 都間接幫其他隊友 所以我覺得無論發生什麼事 ERROR都要很感激有193這個隊友 當然除了有爆點之外 平時都要有努力和準備才能把握到機會 我最深刻的其中一幕 就是三爺在花姐ERROR遊戲中 自然參加一些額外的環節 因為193平時的表現和形象 都太過驚青和不落力 少了一些畫面 今次希望靠這個項目 帶回身 誰知道他竟然要玩這個項目 ミ comfort Mmm Mmm 突然選擇 VET VET FVE 在最新的ERA自肥企劃中推出自肥SOLO碎到3點 當時三爺的人氣真的可以說是當期最紅 無論討論度還是曝光都是全城熱爆之一 但有人喜歡都容易有人不喜歡 就像侄田也說過 要麼很喜歡他 要麼很不喜歡他 一開始193靠錦然成功走紅 錦然其實都可以是一個雙面人 就要看大家怎樣看這件事 例如在單曲隧道3點推出後 有人喜歡也有人不喜歡這首歌竟然用Auto Tune 事後193都在社交網站回應 接受不到新事物 接受不到新派歌詞 接受不到新曲風 接受不到Auto Tune的執感 大家可以回去看這個流行經典幾十年 這番言論確實比較直接 很大機會引起某些人的反感 但193其實一直都是錦然的人 只是他敢言所說的東西 誰會聽得舒服 誰會聽得不舒服 就是大家決定 當聽得舒服的人大多數的時候 193便可以成為寵人 其實這也是正正社會的縮影 要信應大家的心意便可以大紅大紙 一旦不適合就自然容易變成厭氣的對象 之後三爺再遇上IG購物事件 這件事發得更加大 有一位買家在連登發貼文 說自己年初在193的IG購物訂了一頂帽 給了錢 但給了錢之後 一直沒有收到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懷疑被人走數 所以就鋪了上年登 記錄圖就寫著 召喚所有給193走數的面孔 這件事引起網民熱意 也引起193親自回應 對話中了透露買家所訂的帽子 其實在9月30日已經截單 在去年的時候 而且還是不能再買這個產品 但買家在今年年初 Pay Me 193 總共319元港幣買了那個產品 當然對193來說 也會呼氣 我也停了產品 你還給錢 之後就回覆 是否不懂中文文藩 誰知道你用什麼帽子 還是跑給你 這番言論 不管誰對誰錯 193成為了大家不滿的對象 引發了一些風波 至於大家覺得怎樣 又交給大家討論 不過如果對客人再講這些 真是好容易會要誒 到今的193 得到大家的喜爱都伴随着一些争议 他自己的口感都说不在意大家的批评 但其实我觉得他很介意 甚至乎有人会触碰到他的痛楚 其实193性格本身就是一个感染 直接的人又出道至今都是 你说作为朋友绝对没问题 很搞笑 但你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容易招来话柄 再对比出道至今的193 其实都多了很多作品和努力 而且他自己都知道 不论唱歌跳舞 其实他自己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空间 不及其他人 内心其实是有一种自卑感 所以这段时间都应该会比较辛苦 193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口硬心远的人 感言是他的武器 也是他的致命伤 之后我相信他都有机会 可以赢回大家的喜爱 最重要是不要被留言影响 其实身为公众人物 不理好坏所承受的压力都是很大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临着 总陪伸这么大的心作 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不介意 目标为本 但人始终都会成长 当你可以听到一些善意的批评去改善 再无视一些恶意攻击 你就可以更加成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今集希望大家喜欢 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给like和订阅 下集你想我分享哪一个 记得订阅和给lik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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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